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窝向编辑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别师,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震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窝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希望你留下建设成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说下位这个 想不到欧盟的经济强国,这两个都是世界一等一的经济强国 一,就是德国,欧盟最大经济体 二,就是被称为小国寡民的经典 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经典国家 也有一个点字,就是瑞典 想不到两个这么强的国家 也被爆一样东西,就是房地产泡沫 不过这样,有泡沫的时候,有人执低了价格 不知是人位还是自然的,反正价格执低了 有家大公司就说,趁低吸纳的时候好了 时机到 所以现在这个光景是这样的时候 对某些人来说,当然是趴街了 惨了,泡沫爆破 但可能对于有些有实力的大商家、大庄家、大有钱都好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执平货的时候 当然不关我们的事 那是什么国家呢? 原来这几天欧盟的新闻都说 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 房地产泡沫都用爆破 或者破裂 近年来 房价跌幅也创下了历年的新高 好,不过由于人口增长和居住空间不足 专家就预计 明年年中 就会 在 探底反弹 可能是回溫,这不奇怪的 看回原来 最新数据显示德国今年 今年第3季度的房价比去年同期跌了10.2% 跌幅比前两个季度 还要高 前两个季度 第一季度是6.8% 第二季度是9.6% 也创下了20多年来的房价最近跌势 显示房价下跌速度有加快的趋势 德国官方 也公布了一份全国房市报告 看到原来2002年的交易量 是年减16% 也创下了2009年十多年来的新低 预计明年上半年依然是会低迷的 俄乌战争也导致能源价格上升 建筑成本飞升 和利率 你记住他们本来是负的 欧洲英海是负利率的 他想象不到有一位 突然间会变成这样 是负的 原来 这个房贷利率飙升 是房市变成这么冷的主要原因 柏林的智库 他们也说过去几年 德国出现了为什么有泡沫 因为出现了投机性的 这个 是 价格泡沫 这个也是50年来最大的泡沫 房产一直被过分托高 房价一直升到2022年初 之后就是俄乌战争 之后 柏林智库的德国经济研究所 帮政府做报告 他们说的原话就是泡沫破灭 目前需要 处于一个 价格修正 投机成份依然在 在这里 所以明年房产 跌势是更加 高的 不过跌到 年中应该就 开始停 这个是他预计 不知道是什么黑天鹅 灰西牛 另外 这个看回 德国抵押债券 银行协会也显示 房产现在面临15年来最 严重的危机 这场是暴风雨 接下来会更加糟糕 明年年中就可能探底 德国人口持续增长 对居住空间的需求不断增加 同时新建房屋个案 这些案件 亦是跌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不敢起 不敢起 所以只能够 等到利率下跌时 房市才会升落 会不会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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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等到 那一刻有些 好像 闻不到那些风声 立刻就动手 但是德国不时转身是慢一点 因为稳固 OK 老闆 他不时是慢一点 我就说 房市 应该是明年年 中或年底 才是探底 另外 想不到北欧的强者 瑞典 都出现了 债务 一个 地产大集团 SBB 债务危机 他们就说 至少是你 有谁? 欧洲央行 原来 刚才说过现在的瑞典 瑞典房地产集团 SBB的债务危机 令到欧洲央行面临 在亏损的风险 亦突显了欧洲央行 危机时期的债券购买问题 欧洲央行目前对于 欧洲房地产的 这个 爆险 其实他也不是很多的 他说到 一说他说中国重劲 就说 原来他们有260亿 欧罗的 潜在的亏损 还没亏损 欧洲央行拥有 两 两党在SBB发行 以欧元计价的债券 由于购买了什么呢 包括 社会住宅 政府办公楼 学校 医院等等的房地产 令到这些债券 背了90亿美元的债务 欧洲央行持有的 SBB 债券总计数 购买了几亿欧罗 其中一党结构性 人行债券 目前的交易价格 跌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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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显示投资者 已经 闻到一些声音 闻到一些风声 看到一些风声 另外 目前已经 这个SBB 房地产的 债券 已经被评为垃圾等级 这个也要小心一点 变成了墙子 可能将来有起息 虽然 欧洲央行来说 虽然不是很多钱 但这个SBB 亦是 一个 瑞典房地产的缩影 当然他们也担心 瑞典其实是一样的 问题也是一样的 又是因为这个利率 所以 大家在高利率之下 因为你如果用得太猛 你记住 如果你用得太猛的力 可能 有件事你都担心 就是你经济衰退 但是你不猛力的话 通胀那么厉害 民众又受不了 当然 低利率期间 为什么瑞典那么大事呢 原来瑞典当地媒体 做了一个特辑 因为 瑞典始终发达国家 原来很多热钱就跑去瑞典的地产 谷大了 又是一旦升息的话 就会面临 在泡沫 爆破 这个定律 不单止瑞典 各个国家都差不多了 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银基 以及现在的各个国家 狂加息 各个国家的地产 其实很多都是 高处不胜汗的 今次瑞典和德国 亦都是 感受到 其实瑞典在3月份已经有 已经是闻到 一些风向 3月份的时候 今年3月 已经有了 10月 已经有大量媒体 好像 不太好 现在这个SBB 亦是很大危机 长期低利率 和新冠期间 欧盟和欧洲国家超低利率 其实当然 记得当时 大流行时间 那些楼升了多少 是呀 是吧 其实当时我心想 中介大流行 更糟糕 不是呀 人家大流行才赚大钱 是我们傻子 我们孤陋寡民不懂 就是人家有钱人 当然有些是借的 有些是借的 那原来瑞典的房市 大流行期间是大仗 你记得当时 有些人为什么买层楼好一些 因为想着再加工作 应该都很久 想着在家住得舒服 在家做工 是不是 那当然不是全部工作 在家做 不可以了 你 习惯了习惯了 现实习惯现实 始终都是回归曼高室的 没错 那其实 我们再看回 再加上 是 Wilfordham 令实际房屋的需求大增 所以瑞典央行 将购买 房贷债券 当成了 是 宽松 货币手段 结果 2020年4月 到2020年3月 包括 欧洲央行也有帮他买 欧洲央行是发行的 不好意思 刚才是发行 2020年4月 到2020年3月 瑞典房市 升了27% 但是 这个是当地英文媒体说 全球开始就升 因为我认为战争 你知道了 瑞典央行 在2020年5月 由零利率 就是 25个点子 25个点子 这样升 其实 现在瑞典的楼价 都已经跌了16% 尤其是瑞典人 半数是选择浮动利率 跟小弟一样 嗯 当时 想不到 真是想不到 当时 我这个企业 其实是我的朋友 我的大学同学 他说不怕的 真别事 现在世界和平 因为我们当时 你没忘记 各国家央行 都说 这个低息环境 都要一段时间 那我们 当然听专家说 我们不懂 是吗 他想不到 有我的战争 老闆 你说我的战争 难道我们西方国家 不大 我真是想问一问 现在这些是否大事 是吗 其实大家都知道 是最口气 真心说 现在为什么 西梅和西方领导人 都不敢 狗撑乌克兰 那么久 因为大家都有 选举压力 明年选举 很快到明年 不够10天 到2024年 全球几十场选举 你说他需不需要满足选民 起码口头上要承诺 起码有些事先做出来 是吗 当然现在 特朗普有得选 其实特朗普最后可能有得选 我不信他全部关门 我们看看 瑞典和 德国 一样 都是因为升息 瑞典央行和全球其他央行一样 为了打压 这个是通胀 其实 他比澳洲还狼胎 怎样 他今年六个月就加了七次息 你记住 他是零到 3.7 不单止对既有的房贷造成影响 还没有 买楼的人 也面临着 是这个 他跟澳洲一样 租屋危机 要是贵要是没有楼 其实就是价钱问题 说真的不是没有 是贵 所以澳洲有些人要 要睡屋车 要睡这个帐篷 真是 西方的国家都是这样 瑞典第二季经济也是收缩了 衰退了1.5% 所以你觉得中国很大 中国是 增得慢 当然你说老共 如果中国经济增速增得慢 那些民众就会反弹 就会推翻老共 那现在又没有 其实大家都在捱 欧宏就预计 瑞典今年全年经济 跌0.5% 疫情 瑞典经济 是有2.5%的增长 你想想 这些 其实之前也说过立陶宛也是麻烦的 不过立陶宛就太过霉心无人报 你要想想 这么强 的经济体 他都面临这些困难的时候 何况 是东欧那批窮兄弟 其实他又不是很远 再来立陶宛 也是近波罗的海 瑞典央行 的总裁 早前也是告诫 瑞典的家庭 你们负债过重 谁想负债过重 还息成本高 现在 恶梦成真 报分 这个瑞典媒体也有 不知是赖还是怎样 报分怪政府 因为房市过的时候 瑞典政府 大政府的 社会主义政策 还继续补贴 扣房者 尤其是 房贷 利息是底水酮 跟我们一样 当然 我们后来的 补贴 我们的补贴不是这样 记得我们大流行的时候 摩祖 起新屋 未有补贴的 搞到 很多人签了新屋的约 但是在我战争之下 材料费那么贵 有些人就是 没办法 要么就是 加价 要么就是看着建筑公司 破产 当然 你是想不到这个市场 虽然我很遭摩总 但我也不会怪他 因为 你不知道有我的战争 搞得那么大 是吧 大家其实都觉得 几个月可能搞定战争 结果你拖两年 而且有个人的扎尼司机 他就说不谈 是吧 其实当时 我们都经常被批评 你撑我 你撑我 不是撑我 是我们已经看到 你再敢做下去 我们年多前 已经说的 就是 人性就是这样 人性 你们知道一件事就是 你撑一会就行 你撑很久 是不行的 现在 你看到整个西方 很多民众是转向 我们不够全部 有很多民众转向 可不可以真的谈 我们撑不住了 那当然 一样的状况就是 你台湾地区经常说 老共打过来 有美国帮我们 你不要忘记 经济实力来说 中国大陆比俄罗斯强 而且 在 经济融合度当中 中国和西方社会 其实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 大家都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 那当然 是很多厂 搬到越南印度 但是我们经常说 中间产品 很多都是中国做的 所以这种状况下 你凌和游戏 是大家没有出路的 其实扎列斯基都是凌和游戏 他说 我们一定要赢 那就是凌和游戏 当然 俄罗斯也破坏了平衡 因为它 是进军人家的角度 但是 我也不想这么说 但是现实政治 当然他们经常在西方说 不可以 是强权就是真理 但是 我又想问一下 美国是否强权就是真理呢 你 美元强 你才用到这些美元的手段去制裁人 其实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是 他们西方坚持到普世价值 老实说 有些东西是值得学习的 但是 现在就是因为选举某些的漏洞 我不敢说他错 因为每个地方有他的 一个特色 他既然选择这一套 他们也要承受 但是某些漏洞就被政客利用了 以及被有钱人利用了 是吧 他会调整 有机会调整 但是调整过程当中 这就很麻烦了 就好像 顶了两年的俄乌战争 你觉得西方没有损害吗 当然有 你想想以前俄气多少钱 你看看现在德国 叫什么 欧洲病夫 欧洲病夫 以前是火车头 现在是欧洲病夫 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年来 俄气 便宜 令他带来了几十年的繁荣 是 这个大家都知道 当然我们途中那位阿姐冯德罗欣就说 不计成本 不计不适代价 是你 你有钱你是贵族 但是 民众是不是不计成本 民众 很多人每天都在计算生活成本 是吧 但是他要维持他的普世价值 因为这个也是他整个西方 是统治基础 所以为什么他要跟 中国 其实中国觉得合作没问题 为什么他竞争这套 因为他都怕自己那套散散地 之后就没人相信他 但是他用了两百年的力量 去建立这套事 事实上还是很多人相信 但是 我们经常说 有些东西你走出来 就回不了 你看南方国家 就知道 是 我们不可以用几十年前的目光看 是的 因为你看回 好像在 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 因为其实都受到西方影响的深 所以 其实很多人都看到 一面 我们这里住 当然也看到另一面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看到中国不好的那边 是的 我也承认 我也承认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申请签证 我去玩玩玩玩都看不到一些东西 但起码感受到先 好过各位 郑郑先生 是的 他现在两重身份 除了是 涉疆 涉藏 厉害 藏毒 自淫识体 是吗 改个中文名你就以为自己是 说回瑞典的房地产 可以说是遥遥欲罪 刚才说的SBB 其实五月份标准普尔 已经将全球评级 从BB 即是三个B的减 减到BB加 降级 之后 7月还降到 CC加 已经沦为了 在这个 轮落的等级 都很差 他现在12个月的债 是146亿 瑞典黑朗 14亿美金 不过 很少钱 十几亿美金 对家这么大公司 对不起 他也承认 是难以取得资金 十几亿他都没有 流动 流动性不够强 当然 他有些是用来还债 因为你升了息 欧洲其他国家 恐怕都暴后层 这个也是我说的 看看 刚才我们说的德国 旁大的房贷 令到瑞典人 的平均负债 亦是 德国人的两倍 是 意大利人的两倍 国际货币金融组织 又不是我说的 是他都警告瑞典 你现在 可能房地产很大 当然 有些媒体很少说的 老肇那些就不会说 不过 我们都观察到 老肇 声势都好像不如多年 大马叔也听了他的节目 我现在都很少听 他是不是 现在好像很沉 跟之前比较差得远 我觉得 有些疲劳的感觉 我觉得 是的 可能是我看到的数字 是的 有些事我们大概都猜到他说什么 来来去都说那些 除了SBB之外 瑞典的地产集团 今年 负责100亿 五年就400亿 好像 SBB的其他竞争对手 当然是瑞典企业 有这个 Farbika 还有 Fanstika 还有 Korum 这些同样都有资金压力 房地产市场继续面临 跌价压力 再跌 6% 距离房价高点 其实 最终应该跌两成 这也是令人担心的 这也是令人担心的 超低利率年代 大家记得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 以前借钱很便宜 现在你这么容易吗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拜拜